我愛到都不要命 沒有哪裡 不敢睡 和Jay Sean 一同全是新歌 愛到不要命還翻現場 但其實叮噹是忍痛歌唱 因為時間到待一分鐘前 叮噹才剛不小心跌下舞台 才高喊歡迎Jay Sean 叮噹人就憑空消失 疑似沒有注意前方的舞台 升降T的開口 叮噹不小心跌下舞台 讓所有觀眾驚呼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不過叮噹還是非常敬業 五秒後還是鎮定 升上舞台繼續演唱 演唱會結束過後 叮噹就在臉書上發文報平安 透露已經照完X光 診斷過後其有拉傷有一點腫脹 所幸沒有傷到骨頭 目前正在休息當中 原來叮噹是今年 超犀利趴演唱會的嘉賓之一 不只和Jay Sean合唱 也和五月天怪獸一同合唱 今年演唱歌星更是眾星雲集 主辦單位還邀請到日本天團WINS 必輸進五月天等等輪番演唱 活動延續到星期天 只盼望這期間歌手們演唱都要小心 不要也失足跌倒否則後果 不看剩下 就有個綜合報導